恭喜许组长拿签大单子 改革下许总监了 把他东西都挪走 我看上这个位置了 你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公司新调来的总监 Lina 许组长能签下这么大单子 想必花了不少运气吧 我看过你的方案 水平 还真是让人堪忧啊 那不如Lina总监露一手 让我们一睹风采 要不然还以为总公司来的人 土有虚名 那就让你们这些土包子 都好好看看吧 真是这样 总部这个项目两天之后 就要做汇报 许愿你协助Lina一起做吧 张总 以我的能力可以独立完成 不需要协助任何人 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呀 许愿 我知道你对我的空降很不满 这次的项目我们就公平竞争 如果我赢了 你以后就乖乖听脸疯 好啊 Lina总可别打肿脸充胖子 哥哥 刚刚那个许愿那么讨厌 项目结束了 就把它开了好不好 好啊 都挺宝贝的 哥哥最好 原来是关系户 你去把方案写了 你去做PPT 全部都明天发给我啊 Lina姐时间太短了 我们可能来不及啊 是啊 这个项目的收集也太难了 公司招你们就是来干活了 做不完都别想下班了 小李 我的咖啡怎么还没带完呢 基本情况就这个样子 夏琳负责项目书 成安负责收集数据 要注意的是 这一块数据是绝对不能出错的 把两个模块都同步一下 今天我们先给出一个出稿 装什么装 项目到最后不还是我的 张总 这是人家的项目书 辛苦我叫宝贝了 张总 你不会让人家输吧 放心 我把你本的项目书调换了 许愿做得再好 还不是要替你使坏 考验 就知道你不会亏待人家 但是名额肯定是我们的 许许组长来了是必须的 宣布一下 本次项目的名额是Lina组的 张总 会不会搞错了 你在怀疑我的判断吗 这不是我们组的方案吗 怎么署名是Lina 诶 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 拿起文件就说是你们的 这明明就是我们的呀 别说了 毕竟署名是人家的 要怪 就怪我们自己没有保管好 还是许组长懂事啊 下次有项目我第一个安排给你 真安心 主讲我们该怎么办呀 林总 这是我们本次的项目方案 怎么是苦白的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离字啊 林总 Lina她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去找其他负责人过来 好 不用找了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写的 就由我来主讲吧 许愿 你来捣什么乱 跟你出去 那就让她来讲吧 以上就是方案的全部内容 不错 完成得很出彩 哎 林总啊 这可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功劳 是吗 许愿做的在 还不是要听您喜欢 许愿 你这是污蔑 你滥用职权安插关系户 还有这些长期贪污工资 项目资金的证据 好啊你 把她给我带走 没笔账都不能放过 不是 冤枉了 林总 冤枉了 林总 你怎么知道